在電腦螢幕前或使用行動裝置看實況的時候 記得不要貼著螢幕看 維持適當距離並保持燈光明亮 使用耳機的看關也不要把聲音開得太大聲喔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見我們玩一點Minecraft 好沒錯我們今天又要來回來玩追憶群島啦 那追憶群島這個 對我們上一集呢這個 我們進入了這個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 進入了這個海底洞窟啊 然後對我先把自己給埋了 對我們順利的來到洞穴深處擊敗的守衛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先吃飽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他有開一個深處的開口 我們真的是就直接跳下去 就要打BOSS啦 對所以等等就直接可能就是BOSS戰 那在這一開始之前呢還是 不免俗地說一下 我們這集也要來一球咧 只要這一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要很快推出下一集的 這個追憶群島啦 那 聽到奇怪的聲音 然後我在這集開始之前 做一點最後的整備喔 裝備 我聽到蠢魚的聲音 我在那裡 他往往這邊靠過來 等一下喔 這個還是要先打一下 喔 一個高原之斧就收掉了 好 我問問看一下喔 護腿 這是鐵製的 這是鎖鏈的 嗯 等等壞掉再穿好了 好不好 那個鐵製護腿快壞了喔 可是我們身上替換這個 盔甲是少了一點喔 所以 我們就準備直接跳下去吧 下面是什麼在等著我們呢 喔 直接打BOSS 血毒巫妖尼莎 尼莎尼斯 哇 所以我們聽到 等一下喔 我看不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他是強化自己 等一下我可能會死掉 我可能會死掉 吃金蘋果 啊 來不及 等一下 他還會講話欸 等一下 凋零 他對我使用凋零 等一下我看不出他丟的時機 唉唷 等一下這個有點 因為我是要看藥水的 可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要喝藥水來丟我 喔爆炸 喔 贏了 我覺得主要真的是靠這把高原之斧欸 攻擊力太強了吧 所以這個打起來有點無腦喔 好 沒有綠寶石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 真的搜刮一下 一來的門託里斯特島的地上 有麵包拿一下 甘蔗我覺得是不太需要 烏濁之上配方 烏濁之斧 然後符文要拿 這個可以丟掉 好 這個島沒有綠寶石啊 然後 這邊應該也沒有其他東西 我好想直接破壞這裡 如果這裡有綠寶石磚的話 不過看起來沒有 話說那是青金石磚嗎 我作者說過 我不要破壞 主建築的 東西 所以我實在是很想把那個青金石磚爆回家 可是不行 話說我要怎麼回去啊 這個很明顯就是直接掉下來 看一下有貓什麼 出入口 的按鈕 這裡嗎 應該是這個按鈕 喔喔喔喔喔 直接把我送回來 然後這邊超多怪 現在是晚上 等一下喔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要 照理來說應該是直接回家啦 可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的血好像不太夠 等一下 等一下喔 你們不要過來喔 你們不要過來我會叫喔 鐵量嚴重不足啊 我還是要搜刮一下這個島 看有沒有什麼寶箱之類的 等一下 我會死在這啊 繼續前進 我要找寶箱 找完我就滾好不好 不過我怎麼知道自己繞一圈啊 等一下 苦力怕 沒事沒事 沒有血量壓力 有一點血量壓力 等一下 剛剛差點被包圍 喔 還聽到女巫的聲音耶 所以這邊是真的有女巫的聲音 告訴我好像真的沒有搞 欸真的有女巫 真的有女巫 他會被丟到水 欸這中毒了 中毒了中毒了中毒 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 喔這十分混亂啊 這是十分坐實的行為啊 他說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有拿到 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的冒險手冊 但是 沒有 看完 好像還有第二頁 第二頁通常都會講BOSS的資訊 真的稍微看一下 只有打完BOSS才來看 他說 我 我是不是又要死了 我要死了 啊 欸 重生是在這裡 喔他有紀錄重生點 等一下我再次往回走 那我根本沒有壓力啊 我就直接死掉就好啦 可是死掉要重找 我現在要找寶箱 不是我只是想找寶箱 因為我 探了一整個島沒看到綠寶石 我實在心裡有點不平衡啊 我再認真繞一圈找找看 你們知道如果我在 我探完這個島就沒有綠寶石 那就表示我們要再打下一個 心速更高的島 那我們真的是不知道民國幾年才能夠打空母島的BOSS 所以我現在 是真的有點不太 耐煩 對啊 我是希望我可以早點找到 好啦我們確實繞一圈囉 這邊真的是沒有 那 看一下 還有什麼可以丟 沒有 一來到門托里斯這島冒險手冊 我們稍微看一下喔 打完BOSS再看BOSS資訊 解讀烏妖尼莎尼斯 他HP確實高了一點 有時靠近BOSS會凋零 BOSS將會不定時對所有玩家 施放火球攻擊造成傷害 BOSS會 喔他會反盾 好吧 現在才看喔 如果我先看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想要用攻射他了吧 而不是直接進戰 嗯 接下來我應該做什麼 我先把 我先帶上鎖鏈護腿好了 剛剛防具都沒都沒注意到 或是我們上次從這邊登陸的嗎 好像也不是 那我可能會找不到我的船 要不要再做一個啊 我覺得再做一個可能會比較好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圓形的島 根本不知道它現在是什麼方向 我這樣子找到本島嗎 我們先 再把四野劇調到個 24好了 然後看能不能用看的就走到本島 這個應該是翡翠森林吧 因為一來到門托以斯特島 離本島還是蠻近的 所以 找找看吧 這個是本島嗎 看一下 對這個是本島 看來沒有很難找 我覺得我們前幾集都會瘋狂迷路的原因 應該就只是因為我們四野距離 調太近了 不過作者有說過 你最低是可以調到14沒關係 但建議調更遠 啊24 其實應該也沒有人想過會調到24 但是為了找路的話 可能還是沒辦法 那我們這一集先回去鐵匠坡那邊看看 烏濁之杖跟 烏濁什麼 回去再看一下喔 還好我可能要做裝備 對 可是這集沒有掉什麼防具欸 對啊 這集沒有掉什麼防具的配方 只有杖跟服喔 沒關係回去看一下 它會幹嘛 我猜應該可能是附加狀態之類的吧 因為這兩個 可能烏濁之斧 攻擊力 我是覺得攻擊力應該沒有高原之斧高啦 就 欸上面會寫嗎 欸有欸 寫定四個 發酵蜘蛛岩兩個 骨頭八個 木棒六個 配方一個 欸發酵蜘蛛岩 我要自己去找釀灶台嗎 好像是欸 然後 我可能它有尖刺 不對啊 為什麼 骨頭跟杖要尖刺 我先 看一下攻擊力喔 那個 那個什麼 看一下喔 高原之斧 翡翠 橫鐵 橫鐵 烏濁 烏濁之斧 看一下它 欸 喔在這裡 可以看嗎 我不能看 喔有成品 恩 鋒利4 恩 它有加生命欸 然後 可以讓怪物中毒 然後這個是加10攻擊傷害 就是單純的簡單暴力嘛 然後這個有負一些狀態 這會扣35% 呃 扣2% 扣2攻擊速度 扣2.5 然後這個會扣更多速度 但它可以加最高生命值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你力量防的速度點夠高的時候 你可以拿這把斧頭 對啊 所以 這個 可是它有加最高生命值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恩 它有擊退抗性 所以我不會被KB 而且它不會KB敵人 作者懂喔 作者知道KB敵人 對我們來說反而不方便 額 各位看完 應該知道KB是什麼意思吧 就是Knock Back 就是擊退的意思 烏濁之杖 它是一把鋤頭 它會加3攻擊傷害 但是它只會 它只是讓怪物虛弱 它有鋒力3 擊退2 很明顯這個攻擊力就低了很多 然後 我其實也不太需要這個吧 這個感覺是 打Boss的時候讓Boss虛弱 然後你之後還是會用斧頭砍 短時間內 我應該是不太需要 那 我今天是不是要想罵阿 弄一把 烏濁之斧 反正 你知道高原之斧其實都是一刀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也不一定需要這麼高的攻擊力 我們可以加一點別的東西 然後 總之呢 我們先想想 怎麼弄出發酵蜘蛛眼 我可能要回去複習一下 對 因為我其實 玩了這麼久Minecraft 我真的是沒釀造過幾次 所以 我先查一下 喔好 我剛剛知道了 發酵蜘蛛眼 是不需要釀造的 它只需要合成 但是我們需要棕色魔毒 我們有這個東西嗎 我們是不是要回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去找 好像是耶 那個時候應該要拆的 我們總共需要幾個 發酵蜘蛛眼 我們總共需要三個 然後 然後每一個發酵蜘蛛眼 只需要一個棕色蘑菇 那我們是不是 又要去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 這個島上有嗎 然後說到綠寶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點不耐煩 我其實已經有點想 直接跟這個島上的村民交易了 雖然 感覺 這不 這是 但是 這在這個遊戲中應該是不允許的 但是 我覺得太誇張了 一個異形的島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能 不能去打 他給我哈了一下 我看你能不能交易 好 我們直接前往 我先把視野調回 20好了 然後繼續 找我們的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在這裡 對 你如果視野調夠遠的話 你會發現伊萊恩門托里斯特島就在你的面前 對吧 喔 都已經跑了大老遠的海路 然後你跟我說 你要去採一點棕色蘑菇 太讓人難過了吧 下次真的是不要急著回去 配方先拿起來看一下 確定 你已經不需要再採這裡的任何東西了 不要跟薰谷烈一樣蠢 好 我們來拿三個 還是把蘑菇全部都採一採出來 好 找到棕色蘑菇了 可是怎麼只有一個 而且我包包有空間嗎 呃 土 這個丟掉好了 等一下怎麼又要晚上了 這麼快了嗎 等一下糟糕 糟糕 而且我 剛剛回奔到也沒有 想說先用一點防具 我只要三個對不對 不過 以防以後還需要 再多拿一點 然後再真的完全入夜 都是怪物以前 先 再多探一下 不過 好像再往前走也沒有棕色蘑菇 我是想說要不要把紅色的也採回去啊 可是 我覺得時間會來不及 我們又看到工作台囉 紅色蘑菇在這裡 紅色蘑菇 等一下等一下 來了來了來了 殭屍 等一下 等一下我 空間不夠 完了完了 我在那邊拖 我在那邊拖 不太妙 泥土先 好我們拿到紅色蘑菇了 先回去 哇 居然又拖到晚上啦 太糟糕了 等一下 我又沒有船了 來不及坐船啊 來不及坐船啊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每次船都亂丟啊 然後 然後 然後要回去的時候 丟那個 又沒有船 好 這又不會被怪物圍毆了啦 然後 四野我現在四野是多少 好 本島在哪裡 本島 找本島 等一下 應該不是那裡 本島應該在前面 好 可以 沒問題 然後我們的食物應該真的不夠了 食物的話 那個 這裡結束之後 私底下去 採一下小麥 再做一點麵包 我們的食物已經不太夠了 然後我們的房具也不太夠了 對啊 房具要重做啊 欸這是翡翠森林 那本島在 目前沒看到本島 本島應該不太難找 這是翡翠森林的吧 對 喔太好了 找到本島了 等等回去就是做裝備吧 然後 發酵蜘蛛岩做出來 恩 要不要先睡覺 你知道 本島既然會 本島沒有差量的地方會升怪 那村民就有危險 所以我可能還是得先睡覺 雖然我覺得 那個 晚上消磨時間啊 自然到早上 我是比較喜歡這樣 但是很明顯喔 這個 怪物不會允許我這麼做的 我不知道已經在這個地圖浪費了多少船 因為我每次船做完就亂丟了 好啦等等回去先睡個覺好了 等一下我把門關上 好不然真的有殭屍 有有怪物過來 然後我先去睡個覺 然後去三樓 然後等等先做點裝備 我先確定一下 我身上的鐵錠它有多少 鐵錠不夠的話 又得再去礦物倒挖 會有點麻煩 鐵錠 我不會沒有鐵錠了吧 哇沒有鐵錠要去挖了耶 真的假的 連鐵礦都沒有了嗎 哇不妙 我的那個斧頭要 要不要鐵錠 鐵錠八個耶 哇那我這一集不就是一直在 沒關係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這邊有鐵磚對不對 先借一點鐵磚來用 雖然說 礦物島解謎需要鐵磚 但是 等之後又要去礦物島 又可以再挖 鐵礦 所以其實差不了多少 恩我看一下喔 我要先把什麼東西丟回去 因為我們有傷害藥水 打BOSS的時候可以用 好那我們就先來 深一點鐵錠 然後 我們可能還需要用那個鐵磚 借一點鐵來做裝備喔 總之呢 我們需要鐵錠八個 金錠兩個 金錠應該有很多吧 金錠有 所以烏濁之障 鐵錠金錠發酵蜘蛛岩 來做發酵蜘蛛岩 一個糖 然後 一個中蘑菇 蜘蛛岩應該有吧 雖然我每次打怪打一打的蜘蛛岩 都是直接丟掉 看一下不會吧真的沒有 欸我怎麼東缺西缺的阿 欸我每次 我真的沒有留半個蜘蛛岩 欸真的假的 我沒有 我沒有留蜘蛛岩 太慘了吧 我怎麼真的是東缺西缺阿 所以我沒有發酵蜘蛛岩 所以我沒有發酵蜘蛛岩 然後紅石 我直接拿一下喔 紅石 木棒三個 我現在很難過你知道嗎 我怎麼會 只要剩一個霜蛛岩 就有問題這麼多阿 等這一集再入夜一次的時候 再去打一次蜘蛛吧 隨便打一次蜘蛛就好了 我怎麼會連蜘蛛岩都沒有 我真的很難過你知道嗎 我今天 雖然說可以去採小麥喔 但是 剛好發現我 有一大堆的馬鈴薯 不用白不用是吧 所以呢 看一下 欸我有胡蘿蔔啦 可是胡蘿蔔我覺得回的有點慢 所以我們 就來燒一點 這個 馬鈴薯吧 呃 八五四十 四十有點少 八八六十四 再給他三個 直接給一組馬鈴薯 好 那 我們還可以幹嘛 我們 先看一下 下一次要去哪裡齁 我這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 這集真的是越玩越難過 我 現在短時間內 生不出烏濁 之福 然後 我又沒有 綠寶絲 可以趕快把那個 礦物島 那個眼中釘 趕快解決掉 真的很難過 看一下喔 喔對了還要做裝備啊 好啦我們下一集去 不是下一集 說不定等等就可以去了 去雲霄山島嶼 這個是2.5星 你們看 我到現在一個一星都解決不了 我已經要跳 月積打怪打到2.5星了 真的是很難過 然後 我們要做裝備 那做裝備的話 呃 看一下喔 5加 7 12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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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16 16 分解 1 1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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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6 鎖鏈 鎖鏈 接下來就只剩下 找到那個蜘蛛眼了 其實有個方法啦 有個方法可以 不用 不用等晚上 就可以直接打怪 那就是去那個蛙地 那個蛙地裡面現在一定很多怪 不過要找一下喔 那個蛙地 不太好找 直接去那邊找就有怪物喔 而且死了的話 死了的話會在我家三樓 重生嘛 所以其實還好啦 沒問題 現在就是先找到那個蛙地喔 我們還有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可以錄 先看可不可以找到蛙地 他符文就等全部蒐集完再放 對啊 你現在放也沒有意義啊 你全部找完再放 先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那個蛙地喔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蛙地的座標記起來啊 每次找都覺得很難找 喔找到了 然後 我發現我鏟子快爆了 是不是應該要坐一下 有沒有很多怪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有蜘蛛 我們只要找到一個 看有沒有蜘蛛自己爬上來喔 有 就要被打了 啊 糟糕糟糟糟糟糟 等一下喔 我們只需要蜘蛛喔 有沒有 有沒有蜘蛛眼 等一下我包包滿的嗎 等一下喔 看一下 我的包包確實是滿的 等一下 先找我看有沒有蜘蛛眼 喔 有蜘蛛眼 等一下 還有Enderman 小心不要看到他 喔 有蜘蛛眼了 那 看一下喔 有一個蜘蛛眼就好了嗎 對 不過 我看一下 可能還需要 我可能還需要兩個蜘蛛眼啦 只不過 為什麼這邊 喔 我懂了啦 我本來想說這邊怎麼已經有放羊毛了 這邊應該只是跟我說要放什麼顏色的 我之後還要再疊一個一模一樣的在上面 應該這個意思吧 然後雖然說我很想抽到三個蜘蛛眼喔 但是這邊應該是已經沒有怪物了 所以 這邊有個寶箱耶 應該開過了吧 對啊 開過了 這邊應該是之前就已經徹底探過了 所以 這邊只有五個泥土 沒關係 我有解決方法 沒關係 我有解決方法 恩 先把泥土 放在這裡 然後這樣往上疊 然後 挖這邊的泥土 然後我的鏟子爆了 他們全部掉下去了 他們全部掉下去了 可惡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剛剛到底為什麼要把64個泥土放在箱子裡呢 然後這邊埋起來 欸 又晚上了 很煩耶 怎麼這麼快又晚上 這邊應該也會生怪啊 好煩喔 好 怎麼回家 好啦 有蜘蛛眼了 我們還有大概六分鐘的時間可以錄喔 這集到底在幹嘛啊 這集就是 一直在飯醇 然後一直在彌補自己飯的醇 好 好 那 既然在家裡喔 暫時不用太害怕喔 來 把發酵蜘蛛眼做出來吧 恩 還有一個東西是棕色蘑菇 喔 發酵蜘蛛眼有了 所以這樣子一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做 烏灼之福喔 那我們先再睡一次覺 等等他要幹嘛 裝備也做了 裝備也做了 所以 其實已經沒有要幹嘛了 所以這集就是 把烏灼之福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結束這一集了吧 下一集直接去 雲霄山島嶼喔 我是希望 雲霄山島嶼 可以給我了吧 可以給我綠寶石了吧 我們現在就卡在這裡喔 一個一星的島 我們就卡在這裡 到現在還不能去打BOSS 我真的是覺得 很困擾啊 好啦 我們進去鐵匠鋪 然後 呃 確認一下啊 怎麼堆 才能做出我們的 烏灼之福喔 紅石金 紅石鐵蜘蛛眼 這有點難記耶 紅金鐵蜘蛛眼 紅金鐵蜘蛛眼 好 呃 希望我記得住啦 我禁於鬧 這裡 好 確認一下喔 鐵定八格 鐵定兩格 鐵定兩格 紅石八格 蜘蛛眼 木棒 好 應該就是怎樣 然後 翡翠 木之線的配方還放在這裡 烏灼之福 來囉 應該沒錯吧 有了 烏灼之福喔 好 我們再交叉分析一下喔 他的攻擊力比 烏灼之福 高燼之福低一點喔 可是他有風力4 所以 因為他的風力比較高 他只有加8 但是 他只有加8嘛 加8跟加10 但是烏灼是 風力4喔 所以我相信他的傷害應該只有差個1 或是0.5之類的 然後他還可以加最高生命 我只要把他拿在手上 可是有個問題喔 我只要 手上沒有拿著烏灼之福 我的HP又會被扣到 10格 所以我要一直拿著他耶 我要一直拿著他耶 啊這個 反正 你只要在打怪的時候 你應該是會一直拿著他囉 因為他如果是作為裝備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方便喔 你就會一直都會 得到那個加2格的狀態 好啦 總之呢 然後他的速度 我們有注意到嘛 他有會扣35%的速度 他扣的速度比較多 但是我們 有加速嘛 所以我們等等可能 我私底下還要再去點力量防 嘖 可是加速度 我覺得有點 不太 划算 然後攻擊速度 攻擊速度反而變高了 從-2.5變成-2喔 然後他有擊退抗性 也就是說你拿著他 比較不會被KB 我覺得是比較 方便喔 簡單來說呢 他的攻擊力只低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 他更加的全方位 所以我覺得這烏灼之福 以後可以 應該就可以拿他了好不好 那 我等等想要先測試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出去的話 應該是 早上 來 這是我們的 拿著烏灼之福的跑步速度 再來是 拿著高原之福 呃 確實喔 感覺 拿高原之福 會快一點 對吧 好像有快一點喔 但是 沒有差很多 但是 是有差別的喔 不過 其實不會差很多啦 然後 啊 這就是問題點喔 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是拿著 烏灼之福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吃完之後 趕快回到 這裡 呵呵呵 哇 這樣以後會變得很急啊 為了得到那12格 對吧 為了拿到那12格 我們要快速的切換 好啦 我們的馬鈴薯應該燒完了吧 然後 拿我們的64個烤馬鈴薯 哇 又是一尾活龍啦 食物又很多啦 那我等等 這集結束之後 再來整理我的包包啦 還要看那邊點個力量房 應該可以點回復了吧 如果可以點回復的話 齁 那 那我拿著這個 再加上我拿著這個 烏灼之福喔 應該 之後打怪會方便很多啦 那就是 之後 要去2.5星的雲霄山島嶼 坐折 拜託 這次該給我綠寶石啦 好不好 對啊 我們旅途就下一集再繼續啦 我們這一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先抓到這邊啊 我整理一下包包好了 好啦 那想要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抓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想繼續看到就好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好 謝謝 喔 又來了 又來了 不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